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7月27日在华盛顿结束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后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75个基点至2.25%至2.50% 并重申对通胀风险高度关注 美联储加息后两年期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幅度达到数十年来最大 市场继续评估多加企业财报 美国参议院7月27日最终批准了一项针对国内半导体制造和科学研究的2800亿美元提案 这项为芯片行业提供527亿美元的措施可能会在几天内签署成为法律 7月27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三项法案预算的报告 包括2022年枪支暴力受害者平等诉诸司法法案 2022年攻击性武器禁令服役人员医疗保健保障法 根据报告 2022年枪支暴力受害者平等诉诸司法法案 将废除对枪支弹药制造商和销售商不受联邦和州法院起诉的责任保护 2022年攻击性武器禁令将在颁布后 禁止出售、进口、制造或准让某些半自动武器 弹瑕式装置和大容量弹药供给装置 据国会山报7月27日报道 加州代理审计师迈克尔·埃斯蒂尔德 本周发布了一份审计报告 报告指出 加州现有370多个供水系统出现故障 这些供水系统仍为92万多居民提供饮用水 超过三分之二的故障供水系统是在贫困社区 还有数百个供水系统面临故障风险 此次审计报告发现 加州有70个公共供水系统的身含量超过了最高标准 身会导致皮肤损伤 循环系统问题 甚至可能增加人患癌症的风险 另一种常见的污染物是硝酸盐 它可能来自化肥或污水浸流 硝酸盐对6个月以下的婴儿特别危险 洛杉矶水电局正在考虑一项名为酷LA的计划 在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升高的情况下 将提供大额空调补贴 帮助符合资格的老年人 低收入者和需要医疗护理的人 以较低的成本购买或更换空调设备 根据居民所在区域以及更换或维修的空调的档次 换新补贴从850美元至3000美元不等 维修补贴为150至350美元 并提供更换或维修过滤器 清理室外机 家住制冷剂 安装智能WiFi温控器等免费服务 和很多其他项目费用的减免 7月27日 德国天然气管道运营商Gasket发布的数据称 受另一台涡轮机停止运行的影响 北溪一管道的天然气供气量 已降至最大动力的20%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达到 每兆瓦时190.49欧元 创下3月9日以来新高 而长期居高的能源价格助推了通货膨胀 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实际收入损失 同时加剧了民生问题 此外为了保障冬季能源供应 欧盟理事会批准了一项规定 要求成员国在京东前将储气设备填充至80% 但随着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量的减少 这一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干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